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想在我身旁 我们又邀请到我们今天早上的压轴的重量级的贵宾 就是我们产发局的林冲杰居长 谢谢居长 那我想因为接下来是 现在是我们第五站市井市场 那稍后珊珊会在这边做一个休息 然后大概是1点50以后才会再做气承 那今天就是很高兴邀请局长 能够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市井市场 因为市井市场好像也是我们的市场 就是经济计划的一环 也是整个我们在推动市集经济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是 对 所以有想说今天特别邀请局长来跟我们做一下市井市场的一些分享 好的 可以 其实市井市场是整个市林夜市其中的一个市场而已 是 通常我们在讲其实讲市林夜市这样的区域 对对 那为什么呃我们会特别看重市林夜市这个区域 因为呃其实在早几年的调查 也看到呃所有国际观光客来到台北有三个壁区的地方 对 其中一个就是市林夜市 好 那当然呃在之前呃我们对大陆开放那段时间 市林夜市其实它的生意非常好 对 可是随着这个呃后来的情形改变呃 市林夜市整个生意就降下来 哦 那这个降下来其中有几个因素 当然是来自观光客的减少 减少 可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当初有一些部份的厂商 其实是呃有一些不好的一个生意买卖行为 哦 比如说标价不实 标价不实 比如说呃用一些呃加水啦 对 对 所以让它整个形象被破坏 嗯 对 所以台北的整个商圈夜市来讲 其实其他地区都不错 对 那反正是夜市市营夜市整个都降下来 哦 所以我们就来想说怎么来帮市营夜市重新打造 对 所以在这段时间其实过去的两个年 我们就是跟市营夜市帮助他们重新组成的自治会 这一面大概有两个自治会加市营市场的自治会有三个 那 哦 所以居然说就夜市 夜市有一个自治会 夜市有两个自治会 哦 夜市两个自治会 因为它区域太大了 因为区域大 所以有两个 两个自治会 市场就是单独一个自治会 所以这个区域有三个自治会 哦 那我们就要他们 这样就很健全 对 而且要他们先自我把形象重新建立起来 对 包含标价全部重新来 然后整个医护重新做个证明 哦 就是有个制服 都有个制服 然后再来就是所有的这个摊位 我们重新标现化位 哦 每一个摊位都全部都有重新编号码 哦 编号码 然后我们会定期的检查 对 那也要求他们要这个开放的检局专线 哦 你要是觉得你吃贵的 你觉得有任何不满意 你随时去检局 可以检局 赤字会你要做这个完整的这个 这个 就是规范啊 对 就是去规范 那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后 那刚好跟着就是我们这个台北艺术中心的开幕 哦 所以我们就搭配台北艺术中心 对 我们也做一些呃 正经的活动 是 包含你在台北艺术中心 你看这个各种的戏剧表演 对 那种活动 对 好像有发 单位也都变成很好的情况之下 对 那跟着一些正经的折家活动 对 所以呃 其实那加上有些大的活动 包含我们灯会 从去年就开始回到市里 然后包含我们白昼之夜 所以今年也在这个市里 对 把人潮重新带回来 对 让生意重新起来 嗯 所以现在去市营夜市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人潮已经回流 对 那市营夜市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点 市营夜市有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是 你如果下到他地下室 其实那个卖吃的几乎卖的都一样 对 那我们一直在跟他讲说 还蛮类似的 呃 如果大家都是卖热潮 你其实没办法吸引观光客 对 所以怎么让大家可以有逐步逐步 不要卖一样的东西 然后有一个供食区的美食区 那这个讨论其实是要花很长时间 讨论沟通的 对 那也经过大家的讨论沟通 终于说服大家说 我们应该 因为你要知道 本来摊位都是满的 你要画一个美食区 其实是有些摊位要并摊的 是 所以这个都涉及到个人权益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 终于大家也答应了 我们重新为了更好的未来 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正在进行美食区的规划 美食区的规划 那将来美食区规划完之后 你从北一中心 呃 看完表演出来 就在对比就是四应夜市 然后一个共识区下来 你就可以吃到更好的 而且很悠闲的一个处理 所以这个其实是逐步逐步在处理 我们希望把四应夜市重新打造回当年十几二十年前 它就是观光客来到台湾必去的一个地点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规划 因为就是其实市政府一直在许多的建设上下了很多功夫 是 其实市场就是我们最 呃 应该算是最 跟我们民生是最息息相关的一个部分 因为大家都会去市场买菜 对对对对 对 因为呃 呃 你这个市场科匹长讲就是说 对 你要认识一个城市 如果你有三十分钟 对 就是到市场去看 那因为真的是跟我们庶民生活 平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这几年来 其实一直很重点放在市场 跟这个我们讲瘫痪集中场 这些学术名称啦 其实都大家讲夜市 夜市 但是 但是 对 那那 公有的传统市场 它是在皇子里面 对 那这个夜市基本上都是沿着马路的 马路 那这两个是呃 我们认为很关键 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四级经济计划 是 就是说帮助这些传统的市场 跟帮助这些夜市整个改脱换面 那这里面包含了呃 这个呃 它情节卫生 包含 譬如说每个摊位帮忙你 你做油烟的 我们要做到你的油的味道 在走在你路上闻不到 闻不到 所以你每一家人都要做油脂液 油脂液 然后每一个摊位都要很清楚的 你标示 你这个多少金粮 多少数量 多少钱 都要干干净 都要很清楚的标示 然后东西也都要很干净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呃 当然台北市的这个夜市非常多 没办法 对 一次全做 是 一个一个做 对 现在大概已经做了 呃 五十一个市场 二十一个 呃 三十一个夜市 而且八十二主要 不简单 哇 真的不简单 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就说 哎 我政府过来说 要做就做 不是这样 因为要沟通 所有的time one 它都是自主的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花很长时间沟通 而且不是跟一家time one沟通 而且是 而是这个区域最好街道 这整个市场 大家有共同的看法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一个沟通过程 对 那大家答应的这样做之后 我们就一起来改变 所以的确你看到我们改变了 比如说像公馆夜市 是我们第一个去做的 对对对 第一个 你走在那个上面 它其实减少了几个摊位 但是开始有一些 可以坐下来的公司区 然后每一家 你闻不到油烟味 它都有那个油脂节油气 所以它里面都有这个 必比登的这个名摊 这个你逛在这个公馆夜市逛 闲逛 你会觉得很休闲 很休闲 很休闲 对 所以他们自己也很高兴 他们生意也增长 也生意增长 一层到三层 哇 对 这样就是大家都可以 因为市场经营计划 而获得红利 是是是 所以其实就是 市政府一直在帮忙 就是不管是市场也好 还是所有的一些市政建设 其实都一直在进步 对对对 对 那所以我们想说 刚局长我们讲了一下市场 那夜市的部分 市营夜市 因为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前阵子市政府有个白昼之夜 对对对对 那因为新闻有说白昼之夜 然后让我们市营夜市的人潮 其实也回流了 对对对对 对 其实我们也是为什么前两年活动 我们集中在蒙甲 对 因为疫情 因为疫情 大家都不愿意去蒙甲 对 那其实蒙甲其实是很干净很卫生 大家全部打疫苗 我们的摊伤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市场 其实都打过疫苗 都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对 但因为心理上不敢去 所以我们透过活动 把人潮重新带回来 对 那蒙甲之后 其实就我们重点放在市营 市营也是因为 包含之前我讲 市营夜市有一些形象上 早年曾经自己没有弄好 所以我们重新建议起来之后 我们透过活动 让大家重新回来去感受 其实这个区已经不一样了 对 你在这边买东西 吃东西 其实是非常愉快的一种经验 那透过这种大活动 把人潮聚集 那你来之后 你当然不会只是看白昼之夜 不是只是看灯会 你还会顺便在大街小巷逛 逛 然后去刺激经济的消费 这个买东西 刺激消费 然后因为这经验 是一个还不错的经验之后 其实过一段时间 你还会再回来 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回流 对 所以我们透过这种行动 带动地区的一个改造跟振兴 是似乎我们一直在尝试做的事情 是 对 因为我刚回想起来白昼之夜 这次说涌进的46万人潮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 到了士林的这个夜市也好 或者是周遭的街边去逛街的人潮 其实对于商圈的发展夜市 真的有非常大的注意 其实夜市如果你跟他们谈商谈 他们谈成讲 他们会跟你讲 其实生意变好 变好 相较于两年前三年前 其实都在改变 对 所以这就是市政府在精进计划 其实对于他们协助上也是 确实是有注意 应该是上手 我们不管是市级 不管是商圈 其实我们下去帮忙他们的生意 其实我们都有做调查 对 基本上至少是成长一层 有的成长到三层 基本上人潮是回流的 回流 对 所以我们现在想说 像刚刚一直在讲的白昼之夜 就是让那个我们的市场的 不是 夜市的人潮都回流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可能市政府还会持续在每个区 应该都会办一些活动 然后都是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地方带动我们的人流 人潮都能够进来消费 是啊 对 这都是市政府希望举办一些活动的一个正面的注意 对 而且市盈地区其实 珊珊也提出来 这边还有很多后续规划 需要来做 对 那包含像我们圆山这边 其实是跟市盈是整个放在一起的规划 整个结合在一起 那圆山我们正在规划一个会展专用区 那将来会有国际的会议在演空间 会在这里 然后跟着那个儿童乐园 将来也会有重新的规划 然后配合建坛的这个情人中心 其实整个区域加上既有的圆山换店 它会构成是一个另外一个蛮蛮不错的一个景点 所以接下来在圆山的那个区块 我们会有一个国际的会议中心 但是是不是好像我记得是不是会把花博那边 就是花博那一个地方 对对对 会进行做个整理 会做整理 对 那这样以后就是 其实我们刚刚在我上一段直播就有讲到 我们有一个大圆山升级计划 是是是 应该就是刚刚我们局长讲到 就是这个计划的这个脉络 因为之前三三的证件就是希望说 透过新中山一直往北延伸 然后穿过建坛 对然后能够打通到 比如说到关渡这些区块 就是一个城市光链的一个政策 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期待 希望就是说接下来如果黄山当选 那能够继续带领北市府做 未来不管是八年 二十年三十年 其实就是一个基础的建设 我相信这些美好的规划 其实如果有机会让我们来实现 对 会让台北迈向下一个新的机缘 是对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啦 因为所有的市政建设 其实就是在既有的基础下 我们能够好的基础 继续把它延续下去 对这也是三三一直说就是 好的基础我们继续做 然后会随时再做一个调整 对 那刚刚讲大原山 其实是在这个 黄西西南岸 那往北之后在夜市的前面 北边一点点 我们另外有一个正在进行的 北斗适应科技园区 哦是对 这个园区其实总面积95公顷 95公顷 那其中的科砖区 就占了25公顷 那这科砖区 我们从今年开始 应该讲去年 开始附续配地 然后就开始开发 那现在已经申请建筑 或已经盖的 已经占了六成 百分之六十一 哦 其实速度非常快 速度很快 对而且很多大的这个 呃科技方面的企业 都混混进来 已经进来 所以将来北斗适应科学园区 会变成台北纪内科纪南港之后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的一个科技重点 那像呃这个园区的部分 大概是有什么 就规划大概是什么时间会 可以正式的落 全部的这个土地会在明年全部完 呃点交给这个企业 但是他现在陆续在盖了 那呃我们大的几个BOT的案子 也都在去年完成 对 那为了鼓励这些企业 因为刚刚是一个新开发区嘛 对 所以我们大概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样做 就是我们在当地成立一个呃 注点办公室 今年二月 就是我们集结了大概一般的地主或企业 他需要可能会接触的呃开发总队 包含像都市发展局建管处 然后产业发展局呃这几个就你平常 你要开发会接触的单位 是 我们全部派人在那边进驱 在那边进驱 所以你不必跑到新一计划区的市政府 来办公 来办公 你有任何需要询问或什么 我们现在接触已经将近两百多件了 就是从二月到现在端端的几个月 端端的几个月 那需要的各种询问或者你想表达的意见 都可以在那边在这个办公室受理 然后跟着我们在六月 我们就把所有的地主 所有的已经要投资进来的这些企业 我们就组成一个促进会 然后就北投成科技研究的产业发展促进会 那其实我们是希望直接变成是一个协会啦 但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进驱 所以还没有办法一步到位 所以我们先由我们协助他们成立一个促进会 内科也是这样 从促进会再转成协会 那所有问题我们在六月成立之后 就是所有的地主 所有企业主一起参加这样的促进会 然后我们一起来开会 那政府我们也参与在里面 一起大家沟通 有任何需要 比如说你认为那个顾名 或你认为要这个接驳公车 任何的反应我们都做立即的处理 那变成是一个政府跟这个企业 跟民间之间的一个 共同交流的平台 那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之前 已经开过两次会 成立之后9月也开了一次大会 所有意见 那我们最近在10月又开了一次 大家的讨论 就是把所有问题 一方面虽然还在持续开花 但是您对于这个未来的期待 我们可以早一步的可以去做一个处理 甚至我们再处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把这些地主 它可能隔壁项铃 对 那如何的促成你开放空间可以连接 什么天桥可以跨过去 然后你的靠近水岸边 你是不是可以用类似的设计 可以做一起的处理 对 我们现在就在协调 在他还没申请案子送出来之前 我们就先协调 那这个都是希望说 是一个叫做 虽然这个区域正在进行 正在才要开始开花 但是我们把你的计划 大家先做下来 你是不是拿出来 我不是单独跟你谈 而是我把你隔壁的基地 也找过来 大家一起沟通 一起做一个对环境是比较好的 对双方 应该是说对多盈 对两个地主企业 然后也对政府 也对这个整个地区的市民朋友 都是带来多盈的一个面向 真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呃 我觉得在台湾大概还没有这样做法 我们大概是率先 也算是首创嘛 对 因为以前都是进到建管 进到都市省医省医才去沟通 就你的案子已经成型了 是 我们现在就是 在雏刑的时候 还在雏刑 我就先把你找过来 对 我们先赶快沟通 而且我不是谈你这个案子 我谈你这个基地 跟别的基地 你是监管其实是什么 对 那有些基地他们可能 呃 想找其他企业进来 我们就帮他媒合 所以我们有个公开的网站 对 欸 你想找土地 或你想提供土地 然后我们也透过大会 会不断的沟通交流 就帮你去媒合 那局长这个 这个也是要到产发局的网页吗 都是在产业网页 都是在产业网页 对对 OK 你知道我们做到什么程度吗 我们还帮那个地主 因为有个地主是 我现在不要讲企业名称 好 他是在台中 对 呃 但是他拥有土地 那我们帮他媒合到 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厂商 我已经到了国外去了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来台北找地嘛 找地 那我们判断说 诶这空间蛮适合这里的 对 那我们就把双方促成 让他坐下来谈 对 那当然第一次都是我们来媒合啦 但是 谈到双方的设定的时候 就会由他们自己来 这个就是 市政府后面 前端处理 对 媒合 然后协调 对 然后后端就是由我们 产业双方 他们自己去谈 因为这个可能会涉及到商业机密的部分 对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想说像 刚刚像北四科的部分 其实因为一旦他落成之后 开始正式进入 我想其实就是 也是带动一个地方发展 而且也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 未来的10到20年很清楚的台北的持续发展 会在北斗斯一个圆区 那么陆续续很多新的住宅也在盖 很多新的企业的科技大楼也在盖 它会带来就业跟居住的两方面的人口都会进来 就会便利了 因为创造就业有吸引人进去 那自然它周遭的发展其实就很快 它可能就盖房子 然后因为大家就地工作关系方便 就会在地房子 而且它相信很多的在这边工作的人 他就会在这边旁边去 不管是买房子或租房子 那当然政府的社会住宅也在这边盖 所以会相对的我们尽可能把流动人口降低 在地工作在地居住在地酒营 对因为像我记得北市就是市科的那个圆区 是不是离新儿童乐园是很近吗 很近就在它的景临的北边 因为局长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新儿童乐园 好像也会有做一些是调整吗还是 我刚刚讲的那个儿童乐园是指那个圆山的那个 它是大圆山计划的 哦 是是是 那个因为过去在花博之后就一直没有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引入比较商业的 活化的方式带动性的改变 哦 了解 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呃 士林夜市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就是 士林地区我们从市场开始讲 然后也讲到夜市 一直刚呃 局长也跟大家分享就是 那个北市科的这个圆区的部分 所以其实呃 因为 产发嘛 产发局的部分其实 但是我记得侠管的是非常的 对 层面是非常的广泛跟复杂 其实很多东西想象的到 其实跟产发就息息相关 对对 我们一般跟呃 一般市民的生活相关的都在我们这边 对 不管是呃 譬如你要要开公司航号 对 工商的登记管理在我们这边 对 那高科技的发展也在我们这边处理 对 那一般你用电 然后那个瓦斯 虽然它是属于民间公司 以及属于中央的台电 对 也是由我们负责协调 对 那再来就是动物的保护 然后商务保护 动物保护 动物保护 我们这边 哦 然后像商圈市场 夜市也都是我们这边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 产发局真的是 有点像包山包海的概念 对 范围非常广 范围非常广 对啊 因为像呃 我自己就是 农业也在我们这里 农业 农业 对对 热情的市民 热情的市民朋友 对那像呃我想要 想要跟局长请教就是 像新创 是 新创的东西 也是我们重点工作 对 那因为刚我们在上一段 有讲到就是在那个 T-Hub的部分 对其实 应该说局长也对这边 也是非常熟悉啦 那是不是 也可以请局长 这边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是 呃 更有这样的机会跟这样的诉求 对 所以这几年我们一直把创新创业当成是市政府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对 那呃 呃大概我们也率全国之先啦 呃我们先推动这个创业的的辅导跟推动 是 那这八年来 你可能很难想象 对 我们在奖励补助 先讲资金这一块 好 我们在奖励补助跟这个 呃 融资 低利融资 甚至 呃 青年创业融资是免利息的 哦 免利息 对 我们政府 哇 负担利息的 我们这边总共已经绑住了呃 四千多件 四千多件 没有 五千多件 五千多件 就是八年来 已经有五千多件的 将近五十亿的投资 五十亿的投资 对 二十亿再讲 很难想象 然后二十八多亿 二十八点多是在这个 呃 融资 合起来 已经是 就是五十亿 四十九点多了 将近五十亿 哇 那这个是全台湾最多 投资最大的 对 然后我们也做了提供很 年轻朋友可以在那边 安心工作的一个地点 非常便宜的 的这个工作的 创新运程基地 创新运程基地 对 我们规划了二十五处 二十五处 那已经有十五处在营运 对 那这些十五处的基地 都有个别的特色 像有些是 区块链的 那是N24 N24 嗯 然后像有些是 这个 呃 ARVR的 就是Digiblock Digiblock 嗯 然后像有些是时尚的 在T-Fashion T-Fashion 嗯 那刚刚讲的T-Hub 是 呃 全国规模最大的 预程基地 它有七千八百坪 七千八百坪 对 那它是跟公园院合作 哦 那它主要是AIOT 领域 哦 了解 对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领域 呃地方 都有不同的规划 在南港有一个以生计为主的 生计园区 但它现在 呃 今年年底会盖完 明年正式营运 哦 年底盖完 然后明年就 所以在创新创业部分 我们从资金 从空间的提供 从平台的创接 到它最后 呃 送他们出国参加各种国际的活动 我们 所有年轻朋友 他到国外参加 从国际性的创新活动 那个报名会跟机票 可以跟我们申请 是完全免费我们来支持 哇 这样真的对于 就是 新创也好 或者是创业的 希望它走入国际 希望说 跟大家接触 就是应该说 我们政府扮演就是一个平台 对对对 就是让它的东西可以被国际上看见 我们称为是一个创业摇篮 创业摇篮 就是包含 英镑 澳镑 我们送出去 或者我们邀请国际的团队来台北 对 我们一年大概会有市场最主要的大型活动 就是像局长刚刚讲的是说 有等于说台湾就是这些青创 或者是新创业者跟国外的 我们会做很多的对接跟交流 就是座谈吗 是 还是 各种活动 各种活动 比如说像11月整个我们国际创业周 像我们跟苏惟时代合办的米台北 那这些都是一个活动就是十几万人来参加 那跟着像我们有另外一个计划叫 GlobalTaven at Taipei 就是我们争权全世界的这些新创 他来台湾 对 我们帮他媒合 比如他需要需要的是是广达的制造 对 他需要的是这个资金 你知道台湾的资金其实很充沛 是 然后他需要像联合医院的病床的实验 我们帮他在地 让他可以找到适合的各种计划 我们称为阮酌鲁计划 阮酌鲁计划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一百多个团队 对 跟我们合作过 那有15个团队已经落脚在台北 这些国际团队 那这国际团队的好处是 他也会跟台湾团队做对话 对 就是我们希望在台北的这些团队 他不只在台北发展 他能是隶属在台北 晃远国际跟国际做对话 因为毕竟新创的很多的新的这些领域 都是国际互相互动的 他不能把市场只看在台湾 他必须市场在面向全球 面向全球 对 所以其实刚刚局长这样讲 我们才知道说 其实我们市政府散发局这边 其实一直在协助非常多的 这些新创业者 或者是青创业者 就是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安心 更好的环境 然后打造一个沟通的平台 然后帮他们做每一个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对 而且做的还蛮高兴的 因为我觉得这些年轻朋友 你会觉得跟他们对话 充满活力 对 因为他们想的都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的既有的这个体制 让他变得更舒适 更舒适 更符合人的需要 对 然后你跟他们在一起 就觉得世界充满了希望 你永远知道明天是什么 对 我们正在朝下一步的往前走 因为他们的想象啊 其实是很无限吧 对 所以就会让我们 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在第一线 跟他们接触 也会让我们觉得 哇 这个想法很fashion 对 还蛮愉快的 对 还蛮愉快的 我觉得是一种很愉快的交换经验 对 交换经验啊 对 对 对 那因为现在我们 呃 现在也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 好 因为我们现在 呃 对 今天也非常谢谢在我们早上的这个直播 已经也即将告一段落 是 对 那非常谢谢我们的重结局长 能够特地在假日时间牺牲假期 然后来陪伴我们一起做一个那个 那个产发局相关的介绍 是 因为刚刚局长跟我们分享的市场 然后分享的夜市 一直到我们的北市科 其实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还有我们新创 我们政府提供了什么东西 是 跟媒合的什么东西 真的是 对于这些 呃 呃 我们市民朋友跟我们这些业者 有非常大的帮助 是 对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从业局长 是 能够来我们的直播 谢谢 希望下次很快有机会 好的 可以再跟局长一起 是 谢谢 对 谢谢大家 那我们谢谢今天 在 早上 收看我们 直播的这些网友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局长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我很荣幸 能够跟万华一起纸张 一场战役打下来 整个万华 包括民间 包括我们的医护同仁 其实就是 众志诚诚 一定要度过这一关 很多人在问我说 那个时候 你怕不怕 现在回想起来 也许我那时候 应该要害怕 但是我当时其实真的是不怕 我对这个城市 从来没有害怕 只有感恩 从小 我们家就在台湾搬来搬去 15岁考上美女之后 就开始了我的北漂人生 妈妈 爸爸虽然担心 但是还是让我很任性的到台北来 15岁的勇敢 尝试让我突破了自我 这也成为我后来 对于人生很多的选择 都会愿意去挑战 不可能的任务 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考上的是台湾大学 大级科学系 那时候 大一的课都在共同教室 旁边有很大的大理堂 然后 学生非常多 每个人都还引井 这样在那边做笔记 那是王泽健老师的民法总则 用某风趣的解释 法律行为跟法律效力 我一听了就着了民 原来权力跟义务 对人生这么重要 这堂课彻底改变我已经规划 我的人生路 因为我决定要转换 跑到学法 我还记得野百合选运的时候 我们整个法学院都罢课 然后都到中正经验堂去抗议 那有一堂课叫做在边总论 也是一位大法官 王茂蓉老师 那一天大概只有六七个学生 然后都没有人 可是老师还是来 那我也在 当天我还记得 老师就说那你们怎么不去罢课 老师知道你们也可以去罢课 但是我更希望你们 去成为体制内的人 去成为从内部改变不公不义的人 那他对着我们这样 差点掉出眼泪来的时候 其实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 那从那天开始 我就决定 我要好好的面书 我要让我自己有机会 做到体制里面 成为那个可以在体制里面 卡哥的人 当时我记得有一个个案 开庭的时候 然后法官逼妈妈签下 解除律师的文状 还违反了很多程序的规定 用不正当的手段 省级我当事人的最佳利益 我就觉得 为什么连我 我们在法庭内 我们都没有办法 保护当事人 也没有办法完成 所谓 我想相信的那个公平正义 所以当时的状况 就是觉得我其实蛮失望 当我有机会从政的时候 我就想说 好吧 那我就来走 那我就来尝试一下 不同的环境 也许 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方法 改变这个程序 改变这些 可能 我很难打扣的东西 立法委员拜选的那一天 我有点心灰意冷 我发了一个简讯 给柯文哲市长 表示说 我其实不太想再选举了 然后告诉他 这是我 人生最后一场选举 也谢谢他帮我助选 然后我也会继续 回到议会帮他 把市政做好 后来市长就发一个简讯 给我说 你还很年轻 应该先去放个假 然后不要说 什么是人生最后一场选举 因为好人做事 是为了别人 不是为了自己 这句话 给我很大的 shock 我想着 一路上服务过的选民 想着 帮他们解决困难之后 他们发自内心的笑容 这个笑容 不止他们开心 也疗愈了我 助人真的很快乐 这本书是我的人生故事 因为很多人都告诉我说 你的人生故事很精彩 你要不要把它写下来 当时我其实没有长这么多 后来我发现 从头再去 审视我的人生 原来还真的蛮精彩的 所以我想要透过这本书 可以带给一些人 一些新的想法 就是在你认为什么事情 都不可能的情况下 其实你去选择挑战 要勇敢 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坚持 坚持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信念 我给我自己很大的要求就是 越是困难的事情 越要去挑战 如果你很想做这件事情 人生很短 你要赶快去做 而且要快乐的去做 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 然后你就可以投入 很多的我想在里面 做成的事情 怎么看 你怎么看 啊 夜要让我做 这么多的事情 就这么多的事情 就好了 我来下架 你不想看 你怎么看 す这家架 都有 你怎么看